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我是柳晨 加州清扫非法大麻屋 中国毒贩大规模暴露 合法大麻州再惹争议 在过去两天 数百名美国联邦和地方执法人员 前往加利福尼亚州首府 萨克拉门托对中国毒贩所使用的房产提起没收诉讼 美国国税局的辛迪晨 在司法部的一份声明中说 这是一个大规模行动 成百上千万美元从中国进入美国 美国国税局也参与了这次突击行动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海外资金在美国购置房屋 然后利用这些房屋种植大麻 这一切都以无辜邻居作为代价 美国司法部表示 除了国税局外 联邦调查局 集图局 以及移民官员和警察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对70多所被怀疑 用于大麻种植的房屋执行搜查令 100多所房屋被提起没收诉讼 执法人员共集获了6万多株大麻植物 200多公斤加工过的大麻和15件武器 该突击行动是基于一项2014年开始的调查 调查中警方注意到 很多贷款房的首付主要来自中国福建 这些房屋被用于种植大麻 而每处房都用于种植成百 甚至上千株大麻 曾调查过大量大麻运作案的托马斯宇警官表示 中国人的大麻种植点都非常相似 很多人用现金购买安静不起眼的郊区房 将电表箱所在的墙壁打一个孔 从电力公司的电路上接出一根线连接配电盘 这样使得电流不经过电表 即使用电电表也不会变化 在房间里放水池并安装很多紫外线灯光 这种设施都是要用很多电的 但是租客不想支付这么多的电费 也不希望引起电力公司的怀疑 所以就会做上面的偷电装置 一个2500尺的房子就可以种植400多颗大麻 一个大麻种植点每年能收割三次 取决于大麻种植规模的萌芽质量 种植者能获得100万美元甚至更多的收入 通常这些大麻被运送到东海岸的市场销售 在非法种植大麻的中国嫌犯中 有些是来自中国贫困地区的有经验的农民 他们的年龄通常在50到60多岁 有些是偷渡来美国 有些是持B1签证 最多只能在美国逗留半年 由于处于大麻产业链的下端又不懂英语 这些人很容易被大麻经营者误导 以为根据加州医疗大麻法律 种植大麻是合法的 但是被捕后 又无法为警方破获整个非法大麻产业链 提供更多的线索 一般华人参与的大麻产业链分为三个部分 一方负责人力资源 把负责种植的工人带到工作点 一方负责房屋租赁 一方负责种植和管理 加州选民在2016年底通过第64号提案 全面将娱乐用大麻合法化 使得加州大麻产量暴增八倍 一些华人私下聚会场合 大麻变成一种公开吸食的时尚用品 过去视大麻为毒品的部分华人 也开始尝鲜 但生产销售大麻有严格的法规 华人往往忽视或刻意违反这些法规 64号提案规定 自2018年元月起 禁止加州大麻输出到外州 同时美国联邦政府 目前仍视大麻为第一级毒品 不但稀释持有贩卖都属违法 越过州界运送大麻 也违反联邦法 想要经营大麻生意 需要根据相关法律申请大麻执照 到2018年1月2日 加州有17种大麻相关执照可以申请 其优先顺序为 2015年之前就已获有大麻执照的申请人 将成为第一优先 无论在时间和申请执照数量上 都将成为第一优先 其后才是后来的执照获得者和新的申请人 大麻执照在许多城市 一般是一个执照1500美元 但目前许多城市不允许 一人申请超过两项以上执照 主要是要杜绝大公司独占市场 在加州种植大麻要注意税务问题 目前加州大麻基本税率为15% 按照采收并干燥之后 以盎司为单位收购 商业大麻的种植和销售 有其特定的要求 如果商家是租地种植 需向审批部门出示租约 如果是房主 则需出示房产滴气 此外水的来源 商业策划书 以及资金证明等等 都在准备递交之列 有关大麻种植技术 萃取技术 场地规划 大麻追踪条码 净值调查等等 也是最好在申请执照前就搞清楚 目前不少公司是以上市方式 募集商业大麻种植资金 与此同时 一些公司也开始使用 众筹的方式种植大麻 作为房主 需要特别注意 房客非法在家中种植大麻 如果发现可以报警 根据加州的法律规定 非法种植大麻的房屋 在以后出售时 是会有相关不良记录的 并必须告诉买家 房屋在三年内曾种植大麻 而且室内装修损坏 要求向保险公司索赔会很难 大部分保险公司会因非法用途 或者私自更改格局 不能予以赔偿 以上是本期的华尔街焦点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